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7月18号的早晨8点半 现在我们家又恢复了每周一次的购物生活 看看下一周我们家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一起去看看 走 他们家现在是早晨7点才开门了 一大早的超市没有多少人 先来服务区 给我女儿取货 米拉的两项尿布斯 现在可以穿5号的了 孩子长得多快 这里是卫生用品区 厨房纸和厕纸 但大家看到也没有什么货 买副手套 洗碗用 这个东西一般家庭都很需要 通下水道 通浴缸 非常好用的一款输冲剂 最主要的可以把堵塞的头发给清理出来 买个小刷子 刷板 OK 咱们现在去乌尔玛 现在来到了乌尔玛 从疫情期开始到现在有5个月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乌尔玛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婆不让来 我老婆说乌尔玛的戴口罩是最少的 超市的车很整齐 然后这边是残疾人的购物车 Welcome 5个月了 美国超市货架上的洗手液还是这么不充足 要不是为了吃羊串买这种长的竹签子 我一般也很少来这里 没想到现在自由就要卖的这么好 几乎卖完了 以前整个货架上全是 是不是 来乌尔玛的基本不爱戴口罩 买个叫带 要退的东西啊 都得自己打包 OK 我们又来到了奥迪牛油果7毛5一个 给女儿挑几个 橘子2块9毛9一袋 来一袋吧 来个西瓜3块9毛9一个 樱桃现在恢复原价了 是2块2毛9一袋 青椒2块2毛9三个 再挑点西红柿9毛9一袋 这些东西呢 大概是51块8毛 咱们再来Costco转一转 Costco是第一个全民戴口罩的地方 相比于沃尔玛 我觉得这里面更安全一些 哦 这是工作人员 现在比亚级的口罩供货充足 18块9毛9 3块9毛9有机的菠菜 小菠菜挺好的 8块9毛9 这个有机的蓝莓 今天这个头正大呀 再来个牛肉 牛里级和6块9毛9一袋 这一盒的24块6 再买只烤鸡吧 4块9毛9一只 他这个鸡肯定比自己烤的都划算 哇 刚出炉子好烫啊 就这个吧 看到里面 这个烤鸡的机器 这个鸡相当不错了 大家都在买 走 前段时间国内猛牛和伊犁的风波 那个事件我也看了 这是美国很少的长温牛奶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吧 现在是7月18号 保质期大概是两个月 成分表里就是有机的牛奶和第三 看这个成分表也是很不错的一款牛奶 一瓶是240毫升 里面是280毫克的钙 12块9毛9 18瓶 然后再看一下这款 这款也是有机的牛奶 但这款是有机的巧克力牛奶 15块7毛9 24瓶 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 有机的牛奶 它是低脂的牛奶 有机的折糖 有机的可可粉 有机的香草 盐 肥生素A 这个成分表也很简单 244毫升一瓶 它这一瓶里面有27克糖 所以不建议大家喝这种加糖的 在Costco里面呢 就这么两款是常温的牛奶 咱们现在去看看低温的鲜牛奶 再来个有机的鸡蛋 5块9毛9 两达24个 这边是冷藏的有机牛奶 现在是7月18号 它的保质期是一个月到8月16号 这边是些好一点低脂 但是到8月23号 老美大部分都买这种牛奶 低温的液态奶 我们来一个 这个日期好一点 到8月26号 5.67升 10块9毛9 这个就是小龙虾 都是拨好的 28块9毛9 两磅 14块4毛9一磅 就直接炒就行了 也挺不错 再买个冰淇淋 这个是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11块9毛9 一盒的15根 这一排也是低温的液态奶 这个液态奶的就不是有机的 所以便宜点 咱们看一看啊 这个奶呢是2块7 它的保质期呢 也是大概一个半月 而老美呢都喜欢喝这种低脂的 我们自己也喜欢喝这种全脂的牛奶 买牛奶的人还挺多的 长库做活动 清仓价只要3块钱 太便宜了 CK的男士短袖 纯棉的短袖 9块9毛7一件 买了两个披萨 谢谢 这就是午饭了 午饭就是这个鸡 还有这个披萨 披萨是不是很有食欲 虽然恢复了 但是这人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多 我忘了买这个箱子了